关于这个硕士这个GMAT和GRE成绩 有大多数的大学现在越来越多的 甭管他们叫什么吧 有的管他叫做Tax Optional 或者有叫做Wavers或者Whatever 或者说的是 有些大学甚至说我们只是在今年这一轮 然后可以豁免GMAT和GRE的成绩 然后您才怎么着 基本到了明年 我们还是继续豁免GRE和GRE成绩 然后后年说根据现在的情势 然后我们依旧学生可以选择提交与不提交 反正现在基本上就道理很简单 这个大家得理解留学呢 这个是有的时候留学生我就老说 你没什么好怂的 留学生你过去是交钱去了 对吧 你上学你上学你是消费者 你买的是服务 不是说你交钱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拿回家 你才是买了一个东西 你是比如说你买一个手机 OK 比如说苹果手机 你买一手机拿回家了 确实那是个手机 但那手机里面那些APP那些服务 有的你也花钱啊 对吧 那你也看不见 你能看得见 你具体能不能摸得着摸不着 我不用苹果手机 我不知道 但至少那不是个实体的东西 你去游乐场坐过山车 你体验的都是精彩 你不能把顾山车搬回家 对吧 所以你不能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各位 我没听说过哪个留学生 在美国上学以后 把教授搬回家了 或者把学校带回家了 我没听说过 所以你花钱 你交了学费 你是一个消费者 对吧 能够理解吧 很多人就绕不过来这个圈子 就是你是个消费者 你交钱 你是来体验教育服务的 OK 你是来体验教育服务的 道理很简单 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大学来说呢 是培养人才 也是一份商业 那这个商业的运转 甭管它是公立私立 甭管它的 它的盈利的钱是放在哪里 它就算非盈利 它有一个表现能力吧 就是整个的这个 University的一个performances 和它的ranking 和它的排名 对不对啊 所以大学之间 有互相的良性的竞争 当然了 张老师愿意表面上 说良性的竞争 但是有些大学 但是至少放在大层面上 说的排面上的话 大学都是良性的竞争 那大学在竞争的时候 它有学生 我现在看到有些大学的 有些随着中国留学生的下滑 整个的数量 有些大学快破产了 有的大学一个项目 一年就收各位数的学生 你让他怎么弄 他教授 他怎么配 他怎么开那些课程 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这么个事 那你大学怎么办 大学得挣钱啊 说吧 他得盈利啊 说点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 对吧 他卖一油条 还配打鸡蛋呢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所以很多的现在 包括从MSDA到 从Massal Science Business Analytics 再到Massal Science Finance Accounting Management 各种各样的商科的很多的专业 都已经形成很多啊 都是Tax Option了 我没有说顶尖的 顶尖的那十来个 或者说就算有些不顶尖的 反正就一百所大学里面 有那二三十所 甭管排名怎么样 他依旧要求学生提交语言成绩 但是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 到现在大学的很多项目 都形成了G-Mass和GRE的豁免 这事是好与不好 我没法评价 我站在我考不出分的学生立场来说 那是个好事 我站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其实学生如果拿不到标画的成绩的话 我们也很难对学生 应该申请什么样大学进行定位 大学其实也更加复杂 对应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 所以就形成什么 本科的成绩背景的经历 他背景经历的相关性啊 跟你所做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短期长期指导发展方向 我今天说的都是真对研究生的 跟本科没这么关系 连研究生是你要毕业以后就业的 所以他就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 很显然见你个道理 所以当初 当初你看没 就为什么说铺路很多 美国本科的孩子 你美国本科不像 当然了我知道张老师 我今天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 很多人说经济 这经济大 我不了解 不要跟我说这和那 我不了解 我在国外生活快二十年了 我不了解中国的什么情况 你们自己有你们自己的认知 你们说这经济形势 那经济形势 OK好 我不知道美国经济形势 也没好到哪去 好吧 但是确实美国本科留学 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 一年可能七八十万人民币平均下来 差不多就活了一个正常人的样子 我没有说你当然了一年 你也有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的活法 那四年下来将近三百万人民币 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有压力 但是在美国本科开始上学的 你毕业了以后 基本上你如果上学院管理学院的学生 你发 你申请硕持后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怎么着 第一 不用GMAGRE成绩 大多情况下不用 第二 雅斯托弗肯定是不用了 因为你美国作为英语第一语言的国家 和英语第一教学语言的国家 你肯定就不需要语言和托弗的成绩了 那么第三点 你的本科的成绩 这边最大程度上说明了 在GRE和GMA的豁免的情况下 你的竞争的能力 有几个考试 3.85以上是绝对的优秀 可以说是 3.6以上都是比较好看的 3.5是个分水岭 3.5以下到3.0之间 你可能大学大概就在四五十名 往下下一个台阶了 3.0以下 基本上学院管理学院要求的标准 都是3.0以上 也就至少是B以上 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 基本上都在3.5上下 那么3.33就是B加 3.0就是B 大家基本上可以这么进行参考这件事情 3.8以上GPA 基本上在20名左右的大学到30名 3.6的3.8有可能能进到前20 基本上在前3040左右 30 40 50 那跟你专业排名有相关性 所以不是说绝对的中文性排名 有绝对的话语权的 这里面社交大学的中排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排名 以及某一个特定专业的排名 因为研究生是要看专业排名的 然后再往下 就大家可以逐次的往后根据不同的成绩来进行思考 这是一个大体情况 当然跟学生的背景 工作的年限 工作年限两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坎 超过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能力体现在文书里面 对于短期和长期的一种职场能改变在商务券和管理学院 尤其在硕士就在形成了巨大的有效力 我们以后五大能免费的资金学生 要讲解一下 我可以发表一下 first time.lask.hannes.com 然后微信的一下 B3C H&S B3C R&D B3C H&J 以上每集视频道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S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S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Welcome to our series movies �� Come as always properties GUILD